近日,演员安以轩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多张吃螃蟹的照片,并配文那些年本谢后吃过的螃蟹,同时感谢被自己吃掉的谢谢们,引起网友热议。 视频里,安以轩回顾了自己这些年在不同城市、不同时间吃过的螃蟹照片。 有晒一桌子肥美黄多,有满鲜嫩的螃蟹,也有晒与螃蟹们的合影。 只要安以轩本人出镜的照片,多数都是张大眼睛嘟着嘴巴,一副迫不及待享受美味的吃货模样。 最出人意料的是,安以轩还晒出了自家冰箱里的螃蟹存货,被捆绑着的螃蟹整齐化衣摆满冰箱内部,就连冰箱门的货架处也逃不掉放置螃蟹的结局。 不得不说,这确实是大户人家的手笔了,从安以轩的吃货眼神中可见满足。 对此,有网友表示才知道安以轩喜欢吃螃蟹,希望和她交个朋友,请她吃。 也有粉丝感慨,这些年安以轩给她的印象就是一直在吃螃蟹,但也有网友担心螃蟹良性,就算爱吃也不宜吃太多。 对于今年为何疯狂晒螃蟹罩,安以轩也给出过解释,因为要生小孩,加上身体考虑,孕妻家不露妻都不能吃螃蟹。 安以轩已经整整三年多没有吃过螃蟹,今年摆脱了孕妈妈的身份,她才能重新敞开胃口打吃特吃螃蟹,调侃自己,谢后回归。 据悉,2017年安以轩官宣和老公陈戎恋婚讯,两年后宣布怀首胎,并于7月生下儿子。 差不多半年后,安以轩又怀上了二胎,并于2020年10月生下女儿。 两年时间生下一对儿女,再加上坐月子,葫芦妻等等,安以轩为人母的辛苦可想而知。 面对为家庭无私付出的老婆,陈戎恋也十分感激,并用行动给足了老婆安全感。 今年安以轩41岁生日会,陈戎恋特意在家为其准备了小型生日party,用心满满。 两人结婚四周年时,陈戎恋还送了安以轩某奢侈品牌的钻戒,价值高达41万人民币。 不仅真是老婆,陈戎恋对孩子更是百度疼爱。 在女儿一周岁时,陈戎恋送给女儿重达10.22克拉的钻石项链,并直言女儿人生中第一颗钻石不能是其他男生相送。 安以轩调侃自己吃醋了,但这份醋甜甜的,希望女儿一直被永恒持久的爱包围着。 近些年,因为教育孩子辅助丈夫,安以轩心甘情愿选择淡出一幕,将生活重心偏向家庭。 选择自然有两面性,安以轩收获了美满幸福的家庭,但艺人事业上未见生机。 现在孩子们逐渐长大,期待安以轩早日回归大萤幕,凭借精湛的演技为观众带来佳作。 作为演员出身的安以轩,一直以来凭借着高超演技和吸睛容貌吸引了不少粉丝,或可爱或霸气,演绎着百般影视角色。 可谁能想到,现实生活中,她已经是宝妈级别的人物。 自从结婚后,她渐渐回归到了家庭,也因此引发了新争议。 很多人不明白,为什么一代女神为何会嫁了一个二婚的男人? 这个男人还给前妻所生的女儿17亿家产背后,她真的很幸福吗? 如果不是因为台媒的报道,很多人都不知道,原来安以轩的丈夫是一个二婚。 相信很多人都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,但却是有这样一段往事,一个人的过去并不代表未来是什么样。 据说,陈戎恋的前妻是一个圈外人,因为安以轩和陈戎恋两个人非常恩爱,反而让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问题。 原来这是一个二婚的男人,起家也不算是特别光彩,澳门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城市。 根据赌王何鸿申所谈,他白手起家就是从底层的蝶马仔做起。 很多人都不理解这是一个什么职业,通俗一些来讲就是赌场和赌客之间的纽带。 进入到赌场中的人都是非富即贵,蝶马仔是一个关键性的作用。 而陈戎恋也是这样的出身。 瞄准目标后千方百计讨好,最终以豪赌为目的。 久而久之,手中的客户成为了最好的资源,抽成也会很多。 蝶马仔的工作是两头吃,不仅会提供借款,而且会赚取中间的差价。 陈戎恋是一个非常有目光的人,凭借自身的努力纵身成为了最大的股东。 就连赌王三一太也只能屈居其后。 如今的他抱得美人归,底气十足成为了最大的赢家。 从小陈戎恋备受冷眼,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命运的轨迹。 对于一个没有资金和靠山的人来讲,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非常困难。 那个时候,陈戎恋努力学习粤语,离职进入到上流社会中。 大学毕业后,他就开始做起了蝶马仔,开启了不一样的道路。 幸运的是,他进入到这个行业中,澳门逼彩迎来了最繁荣的时期。 当时很多游客前往澳门,像陈戎恋这样的蝶马仔也迎来了事业上的高峰期。 2007年,他的德晋集团开业,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,但都停了下来。 他将事业的版图越做越大,邂逅了爱人安以轩。 这个时候的安以轩却不知他曾经有段婚姻,还有一个女儿。 当时陈戎恋一致千金买了四栋价值六亿的别墅送给了妻子。 很多人都羡慕安以轩,可以找到这样一位多精帅气的老公。 如今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他,也是股东级别的人物。 陈戎恋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。 他虽然与原配妻子离婚,但陈戎恋对母女两个人非常照顾, 每个月都会支付生活费,甚至还会抽空陪伴孩子参加学校活动。 只要女儿需要,任何时候都会尽全力满足不完整家庭的亏欠。 陈戎恋如此厚待前妻母女,安以轩是否生气? 虽然陈戎恋对待前妻和女儿非常大方, 但是更多的爱都留给了安以轩和孩子, 给足了安以轩安全感。 在与妻子相遇之前,他一直都是一个低调的男人, 但是对待安以轩从来都是大手笔。 一条价值五千七百万的钻石项链, 陈戎恋为让妻子安以轩开心,大手一挥买下送给妻子。 尤其是在生下儿子后,更是疼爱有加, 价值上亿的东西顺手拈来, 只要是安以轩相中的东西,都会被丈夫统统搬回家。 像个孩子一样宠爱, 有只铜色迷路是安以轩在慈善晚会见到的拍卖品, 但是一不小心走神遗憾错过, 大概是因为很喜欢,忍不住多看了两眼。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, 陈戎恋放在心上, 几经周转花费了六百万买下了这个迷路, 足见其用情至深。 从安以轩分享的照片中, 可以看到两个人居住的房屋处处都是奢侈品, 常常也会有老公陈戎恋的身影。 他对妻子的爱并不是用所有的金钱来解决的, 而且从两人的生活细节来看, 并非因为金钱才选择了对方。 在任何时候, 他都以家庭为主, 曾经安以轩生病住院, 丈夫陈戎恋时时刻刻陪伴在他身边, 细心呵护。 如今两人幸福如初, 一儿一女十分恩爱, 活成了很多人羡慕的样子。 而在特殊时期, 陈戎恋也不忘回馈社会, 捐赠了二十万口罩和七千五百万台币, 也算是一份大爱。 如今两个孩子, 一个帅气, 一个漂亮, 遗传了两个人的基因。 而产后的安以轩, 虽然迎来了41岁的生日, 但是依然是从前那般的青春。 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。 人人渴望嫁入豪门, 但是遇到一个对的人才是幸福。 想比较某些豪门中的女星, 虽然身价很好, 但是依然没有功成名就。 虽然收获了爱情, 成为了很多人羡慕的样子, 但也有很多人觉得安以轩不幸福。 大致是两个人婚姻不对等, 投婚和二婚结合, 难免会觉得有一些吃亏。 但是只要对方是真心疼爱, 几次又有什么样的关系。 经历过婚姻失败的陈戎恋, 如今更加珍惜眼前的生活, 让安以轩和孩子过上了理想中的日子。 从安以轩分享的生活日常看, 她并没有什么不幸福的地方, 也希望旁观者不要带着偏见审视别人的婚姻。 离婚不代表人品有问题, 过去无法衡量以后的幸福, 偏见是最没用的东西。 与其纠着过去不放, 不如珍惜眼下的美好。 41岁的安以轩生日之际晒出的照片, 一家人其乐融融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留言指于智者, 两个人的婚姻结果并非是言论中的不堪, 而是羡慕不来的甜蜜。 对待前妻和女儿, 对待现任和孩子, 陈戎恋都很不错。